你只是去听课 你能吸收到的东西是多少呢 Only 5% 只有5% 这个三个动作组合出来之后 这个词就立直了 让我在脑子里就 就想说了 或者是已经存在了 存在了很久 对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说的 这个Learning Pyramid的一个魅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最初讲课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英语水平 是提高的最快的 好 在分享所有的事情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去做一个 Learning Pyramid 就是学习金字塔的一个分享 学习金字塔呢 是咱们一个 就是在美国的一个教育学院 他做的一个研究 我之前给咱们自己的学生 分享过 学习金字塔 Learning Pyramid OK 它呢是一个Myth M-Y-T-H 大家可以打一下这个词啊 Myth 对 或者跟我说一下这个词 Myth Myth的意思就是说 未解之谜 好 学习金塔 Learning Pyramid OK Pyramid 大家都认识这个词 是吧 好 很多同学说 我知道那个Pyramid 就是先吃饱了 吃饱最后实现自己 不是那个 那是Maslow's 那个Hierarchy 就是咱们在学这个管理课上 学的这个东西 实现自我 这个不是 这也是一个Pyramid 但是它这个Pyramid的顶端呢 是不好的 在底端 就是90%是好的 就是你能学到90%的东西 OK 所以这个是Learning Pyramid 这个什么意思呢 咱们给大家大概10秒钟去看一下这个图 好 时间到了 那咱们看一下啊 第一个5% Lecture 10% Reading 20% Audio Video 30% Demonstration 你可以看左边图 什么叫Demonstration 然后50%是Discussion Group 70%呢 是Practice by Doing 90%是Teaching Others 还是很懵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 如果你想掌握学习到一个技能 或者一个知识 比如说今天老师讲这些课 那你只是去听课 你能吸收到的东西是多少呢 Only 5% 只有5% 我很认真的听 最终呢 你只能得到5%的一个效果 或者是5%的一个收获 OK 但是如果呢 比如说今天上完这个课之后呢 回家做了Reading Laurice老师的这个教材 或者是Laurice讲课的这个Reading 那你加在一起呢 就是本质15 你掌握到了 但是呢 本质15还是很小 是吧 咱们在国内 或者是从小到大 一直在学习的这个过程 基本上就是Reading加上Lecture 听课再加上阅读 现在呢 很多的课程上都会有AV 对吧 就是Audio Visual这种东西 Audio Visual呢 就是会听或者去看 老师会放一个视频 尤其大学教授 现在讲着讲课 突然就放了一个视频 对 然后那个视频呢 是关于这个topic 或者是这个视频 很多时候 很多学生都看过啊 然后老师会讲这个例子啊 或者讲这个theory 理论 你看完这个Audio Visual呢 你又掌握了大概 更多的东西啊 就20% 但是呢 你通过demonstration demonstration的意思就是说 有人 或者你的同学 或者你的老师 给你做一个展示 你看他 做一个实验 比如说小时候咱们看那个 化学课啊 或者物理课啊 Physics 或Chemistry 那个老师给你做demonstration 哎 你好像懂了30% 然后呢 我就开始跟我的同学 去做discussion group 是不是咱们在这上学的同学 在西方上学的同学 都是有这种discussion 有group work 对吧 咱们华人很讨厌这个group work 对吧 很讨厌这个group work 因为就是说 你需要去 去chip in 或者去put in your thoughts 然后去表达 去交流 这个过程很重要 然后呢 通过讨论 你就知道 哦 别人怎么想的 我啊 说的哪方面去 是对的 或者是正确的 这样通过交流 那你能获得50%的整体的一个 overall的information 已经是非常好了 对 如果你想提高你的这种技能 或者你的语言 或者是任何东西呢 你需要去practice by doing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需要自己去练习 老师讲完之后 你自己去练 对吧 通过练习呢 然后你才能获得真正 哦 没错 老师讲这个理论 我明白了 就跟数学提示一样 是吧 那最终如果你想拿到 百分之 不能百是百 没有百是百的一个学习 是不是 反正90学到老师教的东西 这个很amazing 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 就叫teaching others 你要把学到的东西 跟别人再去分享 再去给别人去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最初讲课的时候 讲英语的一两年 我觉得我的英语水平 是提高的最快的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 喜欢的话就顺手点个赞 转发给身边的小伙伴吧 别忘了订阅 Lawrence老师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持续关注每周 都会更新的精彩内容哦 OK 所以呢 通过这个pyramid 我想给大家去一个概念 就是说 你不能只是简单的死机硬背 OK 死机硬背的话 最终你可能落到的东西很少 不到晚这20 你需要去听课 多去交流 跟你的同学去交流 你自己去展示 然后通过practice 大量的practice 甚至呢 你需要去教给别人 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包括做饭 对吧 或者开车 是不是 或者游泳 都是这样的 同样的一个道理 你需要去看 需要去了解 需要去读 知道他这个一个理论 然后你再去practice 就可以了 OK 所以呢 在盖尔雅思 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让大家去记住 或者去备考 那我们每一个学员呢 都会有收到这个email 这个email里有大量的资料 什么样的资料呢 并不是一些模拟题啊 或者是 没有特别的营养的一个东西啊 我们就是比较针对性的 就是雅思的一些词汇 或者雅思的替换词 就是听力的替换词 这一会儿我会讲啊 听力替换词 包括备考的题目 呃 官方的题目 包括每一个学生 都有自己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里面 包括什么 听说读写 对 就跟刚才咱们说的 那个learning pyramid 很重要的 我需要怎么去听 怎么去说 最终我需要 比如说我写作文 我写不出来 我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抄作文 我抄完作文 我应该大声朗读作文 那整个这个动作呢 都是刚才咱们说的 这个learning pyramid 雅思 思培 ESL 我们的九分名师团队 集成提供权威服务 加拿大留学移民 我们的持牌顾问 提供免费咨询 精准评估 扫描视频二维码 Andro和小客服 恭候您 OK 我需要大家理解的 就是虽然它是一个miss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科学的一个方式方法 那比较传统的学习者呢 经常会告诉我 老师我学的东西都会忘掉 我学的东西都会忘掉 因为你没有用它 对 你没有用各种方式去刺激它 OK 比如说 很多的我们盖尔雅斯的学生 都会告诉我们一个事情 就是说 老师 这个词你讲过 我回家807又听过 然后呢 我又看了这个tagtalk里面 有这个词 这个三个动作组合出来之后 这个词就立体了 让我在脑子里就 哎就想说了 或者是已经存在了 存在了很久 对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说的 这个learning pyramid 这个魅力 和一个学习的 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你应该是这样去做的 那今天呢 我遇到一个50多岁的大哥啊 然后他呢 跟我去交流 就是学日语和学法语 他怎么去学日语呢 他就是用什么方法呢 自己去看这个日语的 这个动画片 OK 和那个电影 然后看完那个电影之后呢 就听听完之后跟读跟读跟读 做shadowing的practice 如果你刚刚开始学英语 你的口语不好 你应该做这种shadowing practice shadow的意思就是做他的影子 他念一句话 你就跟读一句话 结果呢 他就说我跟读完了之后呢 我要猜下一句话的回答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再放啊 对 就是这句话 这样的话通过video 这个audio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practice 然后再做这个demonstration 整个呢 他学整个这个技能 和这个动作都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我觉得他肯定能学出来这个日语 他说以后想跟这个他的爱人 一会儿去这个日本去旅游 那我说没有问题 他说也计划了去法国 找一个朋友去玩 到时候再学一学法语 这个方法是正确的 所以老师呢 要告诉大家一个methodology 这个学习语言最好的方法论 好的 相信各位对盖尔雅思 已经有了一个多角度的全面的认识了 当然 在这样一个简短的视频当中 为你呈现的内容 还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我们更希望的是 每一位备考雅思的同学 都能够亲自来感受一下 盖尔雅思专业高校的 细致入微的教学服务 首先 我们的课程会针对 每一位学员的不同程度 尤其是你的弱点 进行一针见血的指导 我们盖尔的老师 也会提前为你做免费测试 然后根据测试结果安排课程 让每一节课都有地放失 确保每一位学员 在短时间内能够快速提分 我们的课程分为线上和线下 线上教学 盖尔老师们会和你通过Zoom实时交流 老师除了会带给你 生情并茂的教学之外 还会把课程的重点 梳理成教材和讲义 分享给你 所以说 每一位学员都会有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 教学效果也是事半功倍 同时 所有盖尔雅斯的学员 都会有专属自己的微信群 在微信群里 可以24小时 一周七天的提问 老师会留作业 并且会监督作业 最终会安排模拟考试 让考生在考前 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杜绝有任何的surprise 好的 如果大家有任何 关于雅斯学习的问题 请不要犹豫 马上联系我们 我们盖尔雅斯的九分团队 在这里等着你